每个人一生至少要有两次公路旅行,一次为了开始,一次为了颠覆。开始是为了勇敢走出去。颠覆是为了重塑自己。当你把行囊扔进后尾箱,打开引擎,一路急迟在路上,眼前的风景不断后退,走走停停中,你会邂逅最美风景,遇见未知的自己。 毕竟这些路线都已足够令人向往。然而,当人人都在为毒库公路解封的消息兴奋不已时,却很少有人知道,新疆还有一条更传奇的公路,一般人没走过,走过的人不一般。 它被称为人类第八大奇迹,第318美,比丙茶茶虐,比毒库更可歌客气。如此绝美却几乎不被人所知。 它横跨世界三大知名山脉,喀拉昆仑山脉,新都库什山脉,喜马拉雅山脉。 穿越海拔超过七千米的的雪山有八座,海拔超过八千米的雪山有四座,世界绝无仅有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湖泊、河流。 各种绝美的景色,在路上毫无保留的展现,未经人工雕琢,原始而有震撼。 它被评为,世界十大险峻公路之一,中国国家地理,将它誉为群山间的酬带,但到过的人少吃又少。 它有个说出来让人为之震撼的名字,喀拉昆仑公路。 这条全长1032公里的公路,北起中国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北部城市塔科特,然后直达伊斯兰堡,始终巴有意的持久见证。 其中中国境内416公里,巴基斯坦境内616公里。 上世纪修建喀拉昆仑公路时,中巴双方共约700人献出了生命,相当于每公里公路是用一条人命换来的。 随着这条公路的开通,无数自身历险家沿着这条古代丝绸之路,去探寻那些爵士风景,去发现,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就跟着小编一起来走进这条传奇之路,喀拉昆仑公路吧。 喀什奥伊塔克红山盖茨检查站海拔,2200米,恰克拉克湖,海拔,3300米,喀拉库勒湖,海拔,3615米,苏巴石达板口,海拔,4033米,塔和曼塔石库尔干,海拔,3055米,达布达尔红奇拉府国门,海拔,4733米,巴基斯坦段。 苏斯特帕苏红扎吉尔吉特贾格劳特奇拉斯沙辛卡米拉巴丹塔科特拉瓦而品地。 Tips,因为路线比较长,小编只好在这里列举一些不容错过的部分景点。 喀拉昆仑公路的起点是喀什,这里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天山南迈横沃,西有帕米尔高原耸立,南富是喀拉昆仑山,东部为塔克拉马干大沙漠。 珠山和沙漠环绕的叶尔枪河,喀什达尔河冲击平原,犹如绿色的宝石镶嵌其中。 高台民居 高台民居位于喀什市的老城区,它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在拥有2000多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里,似乎还是个辈分比较小的景点。 但高40多米,长800多米黄土高压上的维吾尔族民居群,始终拥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它也是我国唯一保存下来,具有典型古西域特色的街区,特别是土砖墓结构,总能勾起穿越百年的古西域巷王。 阿帕霍家墓 环珠格格里的湘飞,其实真有其人,是历史上真实的乾隆皇帝的爱飞,因为对北京的气候水土不服而并忠。 这座精美阿帕霍家墓,则是它的衣冠种,也是埋葬着阿帕霍家五代人的地方。 墓是不大却异常的精美,每一处都像用心雕琢的翡翠,墓是四周都用绿色琉璃砖贴面,是典型的维吾尔族古建筑风格。 喀什大巴扎 它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直作为商旅往来的集中地。 在这里可以见到各种与众不同的西域饰品,络绎补绝的人群,他们共同宣告着这座老城经久不衰的活力。 奥伊塔克红山 选择自驾的路上,不需要可以寻找就能发现它,像一幅巨大的油画,走近细看拱起的山崖身披裂纹,像是人为雕刻般不处。 出了喀什,穿过了舒服,就需要来到盖茨边检站,拿出证件过安检。 过了边境站,进入克兹雷苏科尔克兹自治州阿克陶陷境,就能看到纯洁的克拉克湖,仿佛梦境中的天堂。 在湖的旁边是白沙山,就是白的沙堆积的山。经过数万年的风化,在阳光的照射下,与湖水交相闪耀着不同频率的反射面。 Tips 听说现在的白沙湖,被大水淹没变成了布伦口水库,应该也会很美吧。 穆士塔格丰山 穆士塔格丰山,它地处塔里木盆地西部边缘,是有名的冰山之父,围绕主峰两侧,聚集了大量放射冰川,而且山上积雪常年不化,超级冷艳有形。 在塔格丰山的旁边,还有两座主峰,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九别峰,它们三山鼎立如同被冰封的山神,屹立在帕米尔高原上。 它最有魔力的是,湖水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自动改变颜色,有绿又青有蓝又黑,每一次都能变化不同的景气。 在黑湖的南面还有大草原郁郁葱葱,形成神奇的冬春现象。 阿拉尔金草滩 阿拉尔金草滩其实是位于塔什库尔干的湿地,每到夏秋两季,这里水草就变得一场茂密,各种牛羊就被当地人驱赶着来到了这里。 更为神奇的是,随着光线的转移,草场都呈现不一样的绚丽多姿。 在这里还是观赏穆士塔格风日落,和石头城的最佳地理为止。 石头城 坐落在高丘之上的这座石头城,古石是盘陀国的独城,是新疆境内古斯仇之路的一个重要战役,是在汉时就已经复修一次又一次的古老建筑。 石头城外建有多层或短或续的城园,乱石成堆,石丘重叠。 昔日的辉煌早已随风远去,渐渐不再被记起。 红奇拉普国门 远离了塔什库尔干,鲜明的七号被映入眼帘,这里就是红奇拉普国门,海拔五千多米,是世界上海拨最高的口岸。 对面是巴基斯坦苏斯特口岸,1985年,正式对巴基斯坦开放,1986年向第三国人员开放。 过了这个门,就是正式踏入巴基斯坦的境内了。 需要注意的是,红奇拉普山口,只在每年5到11月开关通行。 红奇拉普口岸早在1000多年前,就是著名的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关爱,是中国通往巴基斯坦唯一的陆路进出境通道,也是通往南亚斯大陆乃至欧洲的重要门户。 这里风光壮美,但环境恶劣,素有死亡山谷之称。 生活在红奇拉普山口周边的居民,多数是塔吉克族,他们被称为天上人家,走进红奇拉普,就好像到了人间仙境,漂亮的塔吉克服饰,热情浩克的塔吉克礼节,美味的塔吉克饮食,无不让人感受到了塔吉克族的淳朴,善良,友好。 苏斯特千年古村 在中国与巴基斯坦最接近的一座小镇,当然是千年古村苏斯特。 这里景色宜人,所有的房屋都坐落在山谷之中,蜿蜒的印度河在一旁奔腾而过,更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这个古村其实很小大概只有一二十米的长度,他们一字排开,作为开车师傅的歇脚地,坐落在道路两旁。 走在路上不妨停住一晚,这漫天的星空一定不辜负你所望。 它是全球冰川垂直差之最,差只有5350米。 相比较隔壁的帕苏冰川多了很多的粗广壳后石,旁边的冰塔林在阳光下散发着油蓝光芒,走到冰山边,你会感受到滔山震天的寒风之气。 阿塔巴德湖 阿塔巴德湖是由巨大的塌方,形成长达30多公里的湖泊,受到无数中国人慕名而来,感叹这里的景色优美安静祥和。 现在的阿塔巴德湖,隔断了喀拉昆仑公路,与巴基斯坦的联系,它很多时候,作为水路代替喀拉昆仑公路,成为交通的枢纽前往对面的民居。 汉萨河谷 英国的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来到汉萨都不禁被这里的美景给深深的震撼,在他举世文明的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里,他称赞汉萨山谷是乡格里拉,是世界五大长寿之乡。 而日本动漫宫崎骏的风之谷的取景地居然也在这里。 宫崎骏峻风之谷的取景地,就是在Kirimabot,看过的小伙伴,来到这里会觉得异常的亲切。 所以,这里聚集的日韩游客特别多,他们都是慕名而来。 Kirimabot距离Altit只需要20-30分钟,大多数游客会选择这里作为晚上的落脚点。 村子不大,但村里的人都很淳朴善良,这里平静祥和最适合晚上看星星。 汉萨两个古堡Altit和Botit Fort,Altit是汉萨国王最早的王宫,距今已经有近一千年的历史,它其实建在了海萨河边的山崖上,可以普看整个喀拉昆仑公路。 伊斯兰堡是一座年轻的城市。 被伊高峻的喜马拉雅山,面向宽阔的印度河大平原,东侧是秀丽的拉巴尔湖,西侧是一片开阔的河谷地带。 群山起伏,湖水清澈,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巴基斯坦纪念碑,位于伊斯兰堡和拉拉尔品地之间,它在巴基斯坦相当于我国的北京天安门意义,纪念碑像一个艺术品,典雅大器。 它们分别由四个大花瓣和三个小花瓣组成,四个大花瓣象征着巴基斯坦的四个省份,三个小花瓣象征着三块领地。 参观门票只要二十元,游客大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 拉拉尔湖 拉拉尔湖是巴基斯坦境内最大的淡水湖,在它的北部拥有最大的湖景公园,在这里可以钓鱼、游船、夜外烧烤等一系列活动,来这里游玩的人特别多,但大多数是本地人。 不妨考虑将伊斯兰堡的最后一站选在这里。 7、8月份的拉拉尔湖,一定是伊斯兰堡最凉快的地方。 需交1000-1200左右RMB交旅行社代签。 以有效期六个月以上的护照,请在护照最后一页签名中文姓名,护照至少两张连续页码空白页,该页与该页反面。 2、2、2寸白笔彩色半年近照三张六个月以内,照片尺寸要求35乘以40毫米,不得使用计算机打印或合成照片。 1、巴基斯坦签证在北京或上海等城市申请,新疆没有办理签证的地方。 2、红旗拉笔口岸可自驾出境,要把资料准备齐全,可以查询一下车辆出境的有关手续,出中国口岸需要提供ATA。 3、到达中国边境地区,游客要游边防证或出国的签证才行。 4、建议使用车辆性能比较好的越野车,更能驾驭各种不同的路况。 5、进入巴基斯坦最好使用哥哥地图导航。图片来连网络。 审核、月之中审、海丰。